拜登或过半选举人票 确认当选总统 呼吁美国民众翻开信业 内地11月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7% 超过了一年半新高 而香港特首级疫苗采购被污名化 也呼吁市民不要轻轻调言 欢迎收看午安 我是奥商银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 头条来看到美国选举的动态 美国50个州份 以及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选举人团 14号投票 也正式确认各州的总统大选结果 根据美联社以及CNN的主流媒体统计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得票是306票 而特朗普得了232票 也确认了拜登的胜利 拜登也赢得了特朗普提出诉讼的 六个关键州的所有选举人票 这一次的表决结果会送往华盛顿特区 并且在明年的1月6号 在国会两院大会上来点算 但是白宫的官员当天还说 美国大选还没有结束 特朗普还有充足的时间 要纠正选举欺诈的错误 在特朗普阵营发起诉讼的六个州 包括宾夕法尼亚 密歇根 威斯康星 佐治亚 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州 拜登14号获得了这些州的 全部选举人票 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州务卿霍布斯表示 对亚利桑那州选举官员来说 美国总统大选程序 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步 霍布斯批评特朗普阵营 对选举舞弊和欺诈 发出毫无根据的指控 but this year's proceeding which only occurs every four years has unfortunately had an artificial shadow cast over it in the form of baseless accusations of misconduct and fraud for which no proof has been provided and which court after court has dismissed as unfounded and this fabrication of misdeed leveled against everyone from poll workers to me and my office has led to threats of violence against me my office and those in this room today 接下来所有州的选举人票 需要在12月23号抵达华盛顿 美国国会在明年1月6号 召开联席会议 认证选举结果 特朗普的白宫高级顾问 米勒14号表示 选举人团投票 并不意味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 宪法规定的唯一日期 是新一届总统 需要在1月20日宣誓就职 因此特朗普还有充足的时间 来纠正选举欺诈造成的错误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士顿报道 不过拜登阵营已经是发表了全国讲话 也呼吁美国要从分裂的选举斗争当中 翻开信业 前不久才向特朗普汇报 有关选举舞弊调查的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 在14号则是向特朗普递交辞呈 拜登14号晚上 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 发表讲话 宣布是时候翻过这一页 团结起来愈合伤痛了 他强调 在这场为美国灵魂而战的战斗中 民主获胜 now it's time to turn the page as we've done throughout our history to unite to heal as I said in this campaign I will be president for all Americans I'll work just as hard for those of you who didn't vote for me as I will for those who did there's urgent work in front of us getting this pandemic under control and getting the nation vaccinated against this virus to deliver the immediate economic help so badly needed by so many Americans who are hurting today and then building our economy back better than it ever was 拜登又批评总统特朗普阵营 一再向不同层级的法院提出选举诉讼 经过80多名法官的审讯 法庭至今未有质疑或推翻任何点票结果 拜登强调 这是不尊重人民意愿 不尊重法治 以及拒绝遵守宪法 他指选举制度的诚信维持完好无缺 并且赞扬地方选举官员 领着暴力和语言上的威胁 特朗普目前还没对选举人团的表决 做出回应 但他在14号稍早前发推文宣布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递交了辞呈 巴尔在辞职信中说 他将于23号离职 并誓言有关选举舞弊的指控调查会继续 他在信中还称赞特朗普帮助促进经济 加强军事力量 遏制非法移民 而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 巴尔会在圣诞前离任 与家人度圣诞假 副司法部长罗森会出任代理司法部长 巴尔本月初曾表示 司法部找不到证据显示 有大规模选举舞弊 足以改变选举结果 特朗普曾公开表达对巴尔的不满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也指责巴尔 没有尽力进行调查 冯红一世综合报道 相关话题立刻请来实时评论员 杜平先生帮我们点评分析 杜先生午安 肖音你好 杜先生 这一场2020美国大选是禁锈 可以说是随着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束之后 已经是明年1月20号 拜登能顺利上任了吗 还是说会有别的结果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别的结果了吧 选举人团的最后的公布 实际上是对这次选举的最后的确认 确认了这个结果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在1月6号的时候 然后国会再加以确认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 现在依然还存在着争议 这是非常明确的 特别是碰到特朗普这样的人 对这次的选举所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挑战 应该可以说也暴露出现在美国的选举制度 出现的很多的一些漏洞 或者是这个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一个问题 非常的明显 特别是选举人团的这个问题 这其实在上一届选举特朗普跟希拉里的竞争当中 这个最后的结果也已经暴露出 这个选举人团的制度是不符合这个现在的选举制度 包括现在的社会的各种信息 快速发展这种特点 然后对其他的选民的投票的意向 也不见得完全的符合 还有他的最大的缺陷 就是不够完全是准确的反映美国选民的态度 所以这次今年的这次选举的话 又再次暴露出选举人团的这个问题 首先是在摇摆州出现的紧张的竞争的局面的时候 大家对这选举人团这个问题依然是再次的看到他的可能很多的一些缺陷 特别是今天所做的这种确认的结果 也就是选举人团的这个投票的结果也再次暴露出 它实在是太落后了 这是一个18世纪19世纪所确定的这个选举制度 拿到21世纪来选举21世纪的总统 我觉得确实是比较笑话的 因为你看一个多年之前选举结果就已经被几家大的媒体已经公布了 就是美国的几家传统的这个媒体已经是替代了选举人团的这个作用了 他们已经公布了结果了 然后呢美国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一个中央选举委员会来公布结果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而且呢就是在媒体宣布这个结果之后 拜登团队已经在成立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进入了接手的状态 那选举人团今天在宣布这样的结果 它的意义何在呢 最后也就是一个比较累赘的一个补充而已 所以呢从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时代在进步嘛 所以在每次的历次的选举就是不断的暴露出的过去的那种选举制度 现在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比较落后了 谢谢杜先生的点评分析 选举人团能不能与时俱进呢 美国也需要再思考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美国的首批新冠疫苗在14号大致上完成复运 负责运送首批辉瑞疫苗的两家送货服务公司 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和联邦快递公司表示 已经如期在14号完成首天疫苗运复 目前美国50个州 华盛顿特区及海外属地波多黎各已经收到首批辉瑞疫苗 不过海外属地萨摩亚 维尔经群岛 关岛和北马利亚纳群岛的医疗设施仍在等待疫苗 美国政府计划在本周向全国636个地点分发290万剂疫苗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4号表示 部分地区面临风暴威胁 运送疫苗可能受阻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期望 明年2月至3月随着其他药厂的新冠疫苗也获准使用 美国广大民众 特别是长者和身体虚弱的人可以接种疫苗 阿扎表示自己也想尽快接种疫苗 向民众显示自己对疫苗充满信心 欢迎拜登接种新冠疫苗 有 plans to vaccinate president trump or president elect biden anytime in the next few weeks and to do so publicly for either man so i was delighted last night the president tweeted that he expects that he plans to get vaccinated if president elect biden comes to you 拜登早前表示愿意公开接种疫苗 但尚未公布相关安排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米勒 14号就在马里兰州的国家军事医学中心 接受注射新冠疫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加拿大订购的第一批3万剂新冠肺炎疫苗 当地的时间13号的晚间开始 也陆续地抵达指定的入境口岸 魁北克省有一间养老院的居民 他就是首位接种疫苗的国民 加拿大的卫生部官员说 也在加紧地审查另外的三种疫苗 其中来自美国莫德纳公司的疫苗 也有望很快地会获得批准 当地时间上午11点25分左右 居住在魁北克省会 魁北克城一间长期护理中心的一位89岁老人 成为加拿大首个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国民 截止14号 魁北克省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6万5千宗 死亡病例超过7500人 是加拿大疫情最严重的省份 魁北克省府表示 预计在明年1月4号前 为大约5万省民接种疫苗 同一天 确诊病例总数仅次于魁省的安大略省 则是率先为养老院医护人员接种疫苗 负责监督疫苗发放工作的 加拿大少将福厅表示 正引入更精准的追踪系统 确保运送过程顺利进行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负责人表示 除了首批全国14个疫苗接收点之外 未来几周 各省还会陆续设立总计大约200个疫苗接收点 而预计到明年的9月底前 大部分的加拿大人都能完成疫苗接种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黄山来自温哥华的报道 其他焦点 中国委员兼外长王毅 14号是应约同土耳其外长恰伍石澳鲁通了电话 恰伍石澳鲁祝贺中国成功的控制疫情 也高度的赞赏 中方在疫苗方面研发所取得的成就 恰伍石澳鲁表示 土方认为中方疫苗安全有效 也已经宣布将从中国紧急采购 而愿就此同中方加强合作 土方希望以明年土中建交50周年为契机 进一步的与中方深化合作 王毅表示 目前第二波的疫情正在全球蔓延 而中方愿坚定的同土耳其人民站在一起 直到土方最终彻底的战胜疫情 土方决定采购中国的疫苗 也体现了对中方的信任 而王毅还提到 中土在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方面 有共同的关切 双方要反对将反恐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和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至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他则是说到了 美国政府是以土耳其购买 而至S-400防空系统为由 宣布对土实施制裁的做法 再次的印证了 这美国对于国际法的傲慢态度 拉夫罗夫14号在萨拉热窝 与波黑主席团 塞尔维亚族成员多迪克会谈后 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数十年来 一直在全世界采取这种非法的 单边强制制裁 此次针对土耳其的制裁 再次印证了美国对国际法的傲慢态度 拉夫罗夫还说 此举也不利于巩固美国在国际谈判中 包括军事技术合作领域 作为负责任参与者的信誉度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对负责采购S-400系统相关的 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实施制裁 包括禁止向其发放美国产品 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等 声明称 此次制裁表明 美国不容许别国与俄罗斯国防和情报部门 展开大规模交易 另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土外交部谴责并拒绝美国对土实施单边制裁 认为会损害双边关系 土方将采取对等制裁手段 有分析人士指出 此次制裁将使这两个北约盟友的关系 进一步紧张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务卿蓬佩奥14号 是在国务院声明当中确认了 将苏丹从美方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 正式的移除 苏丹方面对此表示祝贺 此举也代表了两国双边关系的根本变化 国度政府总理哈姆杜克他说了 美国正式把苏丹从知恐国家名单当中移除 将促进当地的经济改革 有便于苏丹由正规渠道 获取海外的汇款跟投资 也为苏丹的青年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美国政府是在1993年 将苏丹列入了知恐国家的名单 苏丹过渡政府在2019年成立之后 一直寻求除名 今年的10月底 苏丹过渡政府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 向美国的恐怖主义受害者 还有他们的家属 支付了3.35亿美元的和解金 而随后美国国会展开了 为期45天的审查期 最终决定将苏丹从名单当中剔除 马上回来还有财经消息 待会见 欢迎回来来看到财经消息 先看到市场担心这新冠肺炎的疫情会加剧 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要封城 这就拖累了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全线走弱 日本股市在午后下跌了接近0.4% 韩国方面股市也下跌0.6% 台湾的股市更下跌接近0.8% 内地互生两市弱势走低 但创业版纸也是靠稳的 图表会显示到这户指中午市报在3354点 下跌了15点 跌幅0.45% 半日成交落在1941亿人民币 而深层指中午市报在13672点 下跌了20点 成交落在2472亿人民币 那香港股市方面呢 恒生指数是高开了29点 随后震荡走弱 并且见一个月的低位 而恒指中午市报在26218点 下跌170点 跌幅0.65% 半日成交752亿港元 还要看一份数据 就是内地11月工业增速 超过了一年半的最高 而投资和消费增速 也是年内最快 国家统计局就表示了 会确保完成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按年上升7% 增速比10月加快0.1个百分点 是连续第8个月录得增长 并维持在年内新高 并创2019年3月以来最高 三大门类中 以制造业增长最为显著 升幅达到7.7% 市场销售也持续改善 11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按年上升5% 同样创年内新高 但增幅比市场预计的5.2%低 但餐饮收入再次转跌 商品零售则连续5个月录得正增长 而首11个月 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金额增长15.7% 占比达到25% 至于反映基建的首11个月固定资产投资 按年上升2.6% 比首10个月加快0.8个百分点 是连续三个月处于正增长 当中民间投资按年增长0.2% 是年内首次转正 就业情况方面 首11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099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22.1% 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0.1个百分点 到5.2% 是连续四个月录得下跌 国家统计局表示 11月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 但也要看到恢复进程中 辛劳问题交织 结构性矛盾凸显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仍面临挑战 当局指出 要持续扩大有效需求 着力畅通经济循环 劝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香港疫情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的疫情持续的严峻 也呼吁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而她又说到了特区政府 采购疫苗 是希望为社会带来安心 批评别有用心的人 恶意造谣 污名化和政治化 也呼吁市民不要清醒谣言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 11月下旬 香港新一波疫情爆发之后 过去三四个星期 每周都有超过600宗确诊个案 不明个案更居高不下 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 她说特区政府上周五 公布疫苗采购安排 是希望为社会带来安心 强调政府工作 以科学为基础 并得到专家指导 批评少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恶意造谣 发放污名化和政治化的不实言论 有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 就在恶意造谣 在这个周末在网上发放很多污名化 或者将这个疫苗事件政治化的不实言论 也都引述一些不具名的人士 说了一些负面的话 所以请大家在未来日子里面 要非常小心 托定了这些消息的来源 不要轻易去信这些说话 林郑月娥承认 特区政府的抗疫工作可以做得更好 特别是在落实工作上 抗疫的工作和输解民困 或者输解企业的困难的工作 都是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不会认为特区政府 在这些事上面 是做到十全十美 所以在过去接近一年 我们都是不断地总结经验 然后就去完善改进我们的工作 内地专家没有认为 我们的抗疫策略是错的 但在落实 就是每一点在落实的时候 是否落实得很细致 很准成 这个往往是可以改善的 他又说特区政府预计圣诞节前 会到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 会收到疫情重创的行业 进一步提供支援 另外林郑月娥自2017年当选行政长官之后 过去三年都在12月中旬上京数值 对于今年推迟有关安排 他表示上京数值由中央安排 目前没有资料 有消息他会公布 凤红卫视黄纸银先告报道 另一方面针对日前 有英国官员就黎智英案发表声明 中国驻英国使馆15号回应说 英方再次就黎智英案 指手画脚干涉了香港司法和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表示 英方一再就涉港问题说三道四 干涉香港司法和中国内政 中方已多次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指出 中国是法治国家 香港是法治社会 任何人的违法行为都将依法受到制裁 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分子 涉嫌勾结外国或外部势力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被依法提起诉讼 此举是香港特区执法机构依法履职尽责 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 依法保护香港民众 根据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等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但任何权利和自由都有法律规定的界限 越现违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中方再次强调 中英联合声明没有一个字 一个条款规定 英国在香港回归后 对香港承担任何责任 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 无主权 无治权 无监督权 所谓香港国安法 违反联合声明 纯属无机制谈 中方蹲踪英方 摒弃殖民心态和双重标准 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 否则必将自食其果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同学感谢加入 祝福您晚安 再会